今年是奥运年,为营造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活跃广大群众的文体生活。 由广东顺德区文体广播新闻出版局主办,顺德齐类协会承办的顺德同心奥运同行,顺德台山向其对抗赛,5月31日在顺德举行。 虽然当天晚上天空不作美下起了雨,但顺德大梁中楼公园舞台还是热闹非凡,来自顺德和台山的项其手进行了一场紧张激烈的团体对抗赛。 众所周知,台山的排球是文明侠尔,有全国排球扮台山的美称,但台山的项其也享有名气。 今年88岁高龄项其名宿陈松顺,香港旗王赵鲁权和澳门旗王李锦欢都是台山人。 向其在当地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次比赛规定每队派出10名队员参赛,其中必须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骑手来参加。 来自顺德的是今年62岁的赵达谦,他曾经在25年前夺顺德旗王,但宝刀不老,近20多年在当地的战绩都是前三名,结果两轮的队役是以一胜一合夺得胜利。 而连续七次获得顺德向其冠军的年轻旗王的李锦发挥出色,两轮比赛都是战胜对手,但无奈其他队员战绩一般,最后总场分以9比11落败。 台山队夺得了冠军,许多棋手在赛后意犹未尽,继续下棋,要不是要出席颁奖仪式都不肯停下来,他们纷纷约定下次再相会。 主办单位表示,此次活动达到了以其联谊,以其会友,繁荣奇异,增进友谊的目的。 我是冯坤 雅典奥运决赛,所有人都盼着我们夺冠,但压力太大了,怎么都打不开。 关键时候,教练说,放开打,别想太多。 扔掉包袱,我们终于赢了。 2008年,我们一定会把更多的期望变成冻灵。 生命,要有梦想,才会得投入。 这个就是我。 昀尼斯VSOP 因为钉鞋的发明,提升爪地零。 奥运时尚,才会多出一位英雄。 因为Quattro全是四能驱动率先营动。 世界车牌,才会多出一个传奇。 以奥运精神,牵证奥运进取。 西门纸令到生物保鲜定上。 阿迪达斯,北京2008年奥运会合作伙伴。 意大利的阳光。 大海的味道。 芬芳的红咖喱。 美味,源自对食材的精心追求。 必胜客,红咖喱,贵大虾一面。 存着,绝妙的一面滋味。 阿迪达斯,北京2008年奥运会合作伙伴。 现在是加斯伯赞助的零八欧锦赛决赛直播现场。 啊,金刚腿? 哇,有人竟然使出少林铁头功。 哇,是武当船风腿啊。 哇,他们在这儿找中国共苦? 没错,零八欧锦赛决赛的当场最佳球赛, 由加斯伯中国球迷办法, 长情留意央善天下足球阿尔卑斯行动。 没我们的分。 迎接无线收信, LG周围定面数字电视, 迎接数字电视新时代。 报道成会,抢新闻,广告, 要时刻保持绝佳状态。 好在有红牛, 帮我突破极限, 捕捉最震撼的一神啊, 就为辉煌这一刻, 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大家好, 新一期的奇牌院节目又与您见面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是一场比较精彩的对局, 对阵双方是来自广东队的女卿特级大师, 对手是来自黑龙江队的赵国荣特级大师。 那两位特级大师相信隐形的朋友已经非常熟悉了, 广东队的女卿也是广东队目前的主教练, 那他获得的冠军也是不计其数。 那同样来自黑龙江的特级大师赵国荣呢, 也是北方的代表, 那他的棋风也是非常稳重。 那他在最近的对局中呢, 采用的很多呢都是强挺西竹, 那竹山进一, 屈屏屏一, 二, 屈屏屏八, 马届三。 那这样呢, 就形成一个布局呢, 就是五七炮进三兵, 对屏屏马进三兵, 那这个布局呢, 现在呢可以说呢是这一两年内呢, 是特别是今年呢是象棋比赛中呢, 非常流行的一个布局, 无论是像威卡房地产飞啊, 或者全国个人赛, 什么全国团赛, 甚至在网络对局中, 都是非常流行的布局, 那这个布局呢, 黑洪方呢, 这个五七炮进三兵呢, 他最大的好处呢在于呢就是, 不像是中炮集冲中兵那一种, 就是一步定数, 他这种呢, 很多时候呢, 可能是洪方呢是, 通过逐步尝试洪方, 逐步呢, 占据好位置呢, 那这样呢, 等一个开局, 那黑方呢, 逐一进一, 也是一种比较正常的一种下方, 因为这个逐一进一呢, 除了逐一进一呢, 当然还可以向三进五, 那逐一进一呢, 冰九进一, 冰九进一呢, 还有棋手跟下方三进四, 这种下方呢, 相对于这个布局来说呢, 就不大符合了, 不大符合这个开局的原理, 因为马上进四的话, 始终让这个冰吃下来, 先手吃冰呢, 感觉上洪方呢, 这个不是很舒服, 那洪方冰九进一呢, 也是非常正确的一种下方, 啊, 居二进四, 啊, 居二进四呢, 像实际上这种居二进四呢, 也是现在, 啊, 比较流行的下方, 当然, 除了居二进四之外呢, 啊, 居九平四, 啊, 也是一种下方, 但是居九平四呢, 嗯, 黑方这个时候呢, 肯定是会走居平七吃冰, 因为如果你不吃冰的话呢, 啊, 你先补像的话呢, 那洪方呢, 可以选择马上逆四, 跳马出来, 那你这个冰吃不了呢, 感觉上呢, 啊, 黑方呢, 是有点吃亏的味道, 那黑方可以选择居平七这样吃冰, 啊, 这样呢, 会形成一种, 有复杂的变化, 嗯, 大家看一下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马上逆四, 飞向, 啊, 那可能通过马四进六, 那这种功法呢, 好吧, 如果下到这个局面呢, 那可以来, 可以说呢, 双方呢, 也是成为了一种焦灼的状态, 因为黑方始终这个先, 啊, 先得时会这个七路兵, 先得时会这种, 红方现在, 啊, 唯一的好处就是这种马, 随手和卧槽马, 感觉, 但是这种布局呢, 由于很复杂, 那变化呢, 也是非常多, 啊, 可能红方也是作为先手方, 不大愿意现在采取这种功法的原因, 那马, 巨尔镜四呢, 啊, 巨尔镜四, 巨尔镜四, 普相, 巨尔镜四, 巨尔镜四, 啊, 不是, 啊, 对, 巨尔镜四, 那当然, 除了巨尔镜四呢, 黑方现在呢, 还有一种下方呢, 就是, 直接不是, 也是一种下方, 啊, 那这种下方呢, 红方可能通过巨尔镜三, 啊, 那你巨尔镜, 一巨尔镜, 他冰其将对兵的话, 感觉上来说呢, 红方呢, 还是有一定牵手, 所以呢, 这个巨尔镜四, 可以说这种开局呢, 现在, 这种开局呢, 已经, 这种对局呢, 已经下了, 不下数百堂了, 因为, 很多棋手下在这里, 都是选择巨尔镜, 那巨尔镜三, 当然, 不可能巨尔镜四, 如果这时候在走巨尔镜里, 很明显, 这个巨尔镜四就是, 浪费了一股气, 那只能居尔镜尔镜, 当然的, 在我记得在银网的, 讲解中呢, 我也曾经跟巨尔镜四说过, 这个时候肯定是不能走巨尔镜, 因为红方有个好敌事, 那这部巨尔镜, 肯定是有个非常假的气, 那只能, 你不能吃怕, 吃怕他飞下一打, 打死巨尔镜, 那走巨尔镜呢, 是比较正确的想法, 四六镜五不是, 这首试呢, 四六镜五呢, 是在四四镜五的基础上改进, 因为在尔瓦对几中呢, 很多人都是下四四镜五, 但后面由于一种, 一个变化中呢, 一个很细微的, 很细微的下法中呢, 很多骑手呢, 看到四四镜五跟四六镜五呢, 有很大的区别, 那现在呢, 是选择了四六镜五, 那四六镜五之外呢, 黑方这个时候呢, 也选择了不是, 不是呢, 他为什么不补四六镜五呢, 感觉上如果补四六镜五, 会不会这个阵型的更斜, 你知道吗, 其实不是呢, 因为四六镜五呢, 始终这个, 红方这个七路炮, 这个底下, 你随时在红炮的四层之范围内, 而且, 你以后如果选择炮八瓶颈对击的话, 那红方可以选择俱二镜五, 那黑方呢, 可能在以后呢, 一些利用的手段上呢, 是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呢, 他四四镜五呢, 他的好处在于呢, 既可以消除, 你这个七路炮, 对黑方三路向的威胁, 而且呢, 以后这个炮八瓶颈对击呢, 你不是先手带将之击, 所以呢, 很多旗呢, 都是通过旗手们呢, 就逐步, 逐步的加深了解呢, 慢慢总结出来, 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呢, 居士瓶九, 十丈中的下反, 居士瓶九就避免你马二进山踩兵, 炮八斤了, 红方这个时候呢, 下出的一步呢, 也可以说呢, 是比较, 比较精妙的起, 炮瓶式, 其实在这种形式下呢, 很多在这个局面下, 这个炮瓶式呢, 是经常存在, 当然黑方这时候, 不能走去居士瓶, 一山踩充, 那你就危险了, 如果你再次, 花式金五一打, 马踩鞠, 炮打炮, 黑方呢, 是立刻, 立刻是把旗车崩溃, 那不能这样下的话呢, 既然不能吃中兵的话呢, 黑方应该去, 如何应付这部旗呢, 除了, 除了吃中兵之外呢, 黑方这个时候呢, 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旗, 除三进一, 气兵, 表面上看这部旗呢, 这兵呢非常大, 在布局阶段, 而且你气完兵之后呢, 暂时也看不到, 有什么进攻时段, 但是它的好处呢, 在于, 气完兵之后, 当你过你G9平7, 它有个马, 踹, 那不行, 它最好处就是, 气完兵之后呢, 本来这个黑方这个二路马呢, 是一个相对来说呢, 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它现在气完兵之后, 你看马尔静斯, 立刻看到, 这个黑马呢, 立刻可以说战斗力呢, 就增强了很多, 它现在黑方呢, 除了有帕尔平4, 或帕尔平5, 或者马4退6, 总而言之呢, 黑方这个马一气完, 这个兵气完之后呢, 感觉上这个旗呢, 有种豁然开朗的一种感觉, 随时也有很多进攻手段, 那红方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如何应付呢, 红方呢, 选择是巨要退役, 是非常稳健的有下方, 它既可以先手避开, 你这个马4退6, 踹据了起, 而且呢, 又可以, 也是同样道理, 避免你这个马4进6踹据了起, 而且呢, 它这个时候呢, 它退役呢, 多少少还可以, 把这个先, 把这个中兵守住, 那黑方这个时候呢, 并且选择以往的, 对局中出现的, 泡泡平5对局的起, 而是选择足以经营, 那这个局面呢, 其实呢, 赵国荣老师呢, 在对局中呢, 最近的对局中呢, 也出现了很多堂, 他出现过泡平5, 泡泡平5, 也是下过, 泡平4都下过, 那这个竹武精英呢, 相信呢, 也是, 他通过总结之后呢, 得出一部, 更加好的一个训练方法, 那竹武精英呢, 它的好处在于呢, 他尽量不跟你交换指令, 因为交换指令的话, 始终感觉红方的, 多个七路兵呢, 会有一定的先手, 那他竹武精英之后呢, 他的马现在, 不能往马斯进入, 马斯进入不是先手出来去呢, 他现在呢, 把竹武精英呢, 又多了个马斯退伍, 通过这个竹武精英, 撞兵的旗呢, 来调整这个阵型, 可以说呢, 这部旗呢, 也是一部, 比较精妙的棋, 红方这个时候呢, 当然, 红方这个时候选择居酒精英呢, 那意思也不大, 那黑方趁势可以马斯退, 红方是时候呢, 炮起平六, 先把这个炮, 危险的炮呢, 先转移, 平到这六路炮呢, 就是可以说呢, 既可以瞄住你黑方这个马, 且呢, 下一步随时再走居酒精英, 也是可以讨论, 马斯退伍, 居酒精英, 这部旗呢, 可以说呢, 是平荡之中见功力, 这个时候如果你随手补像的话, 那, 那红方就, 黑方就可以选择撞兵的旗了, 这样的旗呢, 红方要想选择什么平民呢, 也是不大, 那他居酒精英呢, 你这个时候就不能转变, 转兵他有直接把三连是一串, 登马, 横居, 红方呢, 是肯定有优势, 那这样的旗呢, 因为你这个时候呢, 红方这个时候, 黑方这个时候主牌, 吃兵, 甚至说, 你会有过桥手吃兵的话, 呃, 你当然不能踩啊, 踩掉个泡平溪, 那这样的旗, 红方是肯定没有, 甚至有点湿线味道, 但红方可以通过, 先鞠砍炮, 黑方就丢个纸, 你一吃, 我自己吃, 你一吃, 我再吃, 这样的旗, 红方呢, 肯定是很大优势, 所以呢, 黑方见到这样呢, 局势推, 逼你补相之后, 那他在走, 那他在走逐期经营, 啊, 没有, 啊, 这样的气, 黑方是选择啪啪推移, 啊, 局势推移之后, 再抓, 飞向, 再冲兵, 啊, 这个次序呢, 是这样的, 啊, 那双方呢, 两位特级大师呢, 在次序上, 细微的, 啊, 细节上呢, 下得非常好, 因为这个时候呢, 逐期经营呢, 很明显, 逼红方表态, 红方这时候肯定不能走去冰山, 停一个马尔经纪场, 那这种旗呢, 黑方这个马如果能够下到这个位置的话呢, 红方呢, 别说优势, 可能是, 啊, 有失先的味道, 啊, 红方这个时候呢, 虚卡救命, 他并不, 啊, 惧怕你说你这个冰渡河,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 红方这个时候下了炮溜平板, 正因为有自首棋, 所以红方呢, 就是, 啊, 不怕你黑方这个逐期经营, 啊, 过冰了起, 马尔经期, 那这个时候呢, 平三, 居士推了, 红方呢, 也是下得非常稳健, 吃兵, 吃马, 你吃炮, 他再把冰吃回来, 嗯, 那这样行, 就是下了, 嗯, 居住不一, 那下, 嗯, 这种期感觉上呢, 那下到这里呢, 好, 我们看到这种期, 那下到这里呢, 红方呢, 是多两个兵, 但由于黑方这个位置呢, 非常协调, 呃, 感觉, 总体来说呢, 这种期呢, 应该是, 呃, 我个人来说呢, 红方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要取得胜利呢, 应该是条件不是很够, 因为你虽然多两个兵, 但是你这两个马呢, 马退市, 啊, 虽然这个位置呢, 对防, 啊, 防守来说呢, 是非常有利, 因为这个马位置, 尽可攻退格手, 但是呢, 这个炮, 这个马, 这两个位置呢, 实在是非常差, 呃, 黑方呢, 这时候选择呢, 是马六进鸡, 那也就没有, 感觉上来说, 这个棋, 黑方这个棋是不是可以考虑, 呃, G9平, G平4, 呃, 或者说直接走G平了, 都可以考虑, 那跳马呢, 平平, 呃, 或者说感觉上这个棋呢, 黑方是不是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炮进4, 也是可以考虑, 呃, 那马五进4,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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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棋呢, 红帮这时候呢, 当然, 如果你选择炮8平1, 或者平7平5, 总而言之, 这个棋, 你不以保留太多指令, 黑帮扫兵, 但位置非常好, 那红帮下的, 也是非常稳健, 呃, 毕竟呢, 把炮交换之后呢, 红帮现在是已经先立于不败之地了, 去世青了, 冲兵, 红帮这, 黑帮这时候, 又不肯说走G8平4队, 如果你对G的话呢, 那你卡靠兵, 那你可以选择交换, 这样的棋呢, 会, 只要再考虑马7平5, 应该, 应该说会形成, 马炮兵队双马双兵的棋, 那这样的棋呢, 应该是最后呢, 可能是一场合棋, G2进4, 那它G2进4呢, 其实呢, 也是一个团体利益的, 为了团体的一种下法,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相信呢, 赵老师呢, 也是看到了另外一台呢, 陶明老师呢, 对玄桥老师呢, 这个棋呢, 已经是落入了下风, 那他之后是选择G2进4呢, 也是继续让G2炮兵, 能够给红帮一点顾忌, 但是呢, 有毕竟呢, 是这两个兵呢, 红帮过了两个兵之后, 感觉上呢, 这个棋还是要红帮好, 下一点, 再并不进一, 来决定, 那冰期金流, 我们现在看到, 冰期金流呢, 红帮这个两个兵呢, 连起来呢, 连起来呢, 赶, 这个棋呢, 红帮, 虽然只剩下双马, 缺少了个炮, 但是这两兵连起呢, 这个战斗力就非常强, 黑方呢, 现在呢, 继续的这个编兵了, 因为你G2炮, 想进攻的也是非常难, 再冲, 只能继续平了, 因为你这个时候马七进吧, 再马八进就很凶, 去平了, 下到这里呢, 黑方讲求和呢, 现在是越来越难了, 因为这两个兵在这里, 你这个是还得调整一手, 是城市, 跳门, 但是不是, 冲, 冰场, 实是, 那只能马六退七, 并五平六, 分手下, 马七进六, 一抓, 现在这个马也不好走, 如果你马六退四的话, 把他马四进五,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也是红发要赢起, 那会发马六进八, 呃, 红发走的, 黑方这时候是走G7退啊, 红发是走G7退啊, 抓兵, 抓兵呢, 他下, 他马六进八, 那他走G7平四, 他这种炮丝经历, 那下到这里呢, 黑方呢, 也是没什么, 呃, 可以说可以比较, 呃, 好的防守方法, 那炮气经历呢, 也是先防防防止你马六进七, 那几平六, 刷, 要吗, 那出家, 红发呢, 也是下得非常劳烈, 尽可能呢, 呃, 不让你黑方有, 呃, 什么叫江啊, 呃, 利用了一些机会, 没有比起, 呃, 他又炮九平六, 黑方这个时候呢, 也, 已经可以说呢, 这几步起呢, 已经是了尽人士的下方, 啊, 抓, 对, 再抓, 冲, 这是一个大楼, 当然, 大, 如果你不走炮, 是六平七躲具的话, 红帽冰上去冲, 呃, 那也是红帽要引起, 抓, 那下到这里呢, 啊, 红帽下这步, 这样也撕下去就说, 那这样的棋呢, 呃, 黑方呢, 也是这样做, 呃, 许人权对达明呢, 也是取胜呢, 这样广东队呢, 凭借这两场胜利呢, 已经是提前的锁定的胜局, 因为在另外两场对局中呢, 呃, 呃, 对聂铁文呢, 呢, 也是仗的优势, 呃, 呃, 而我对张晓冰的路局的, 呃, 对局呢, 呃, 也是成合起的一种, 呃, 呃, 已经是差不多合起, 而广东队呢, 呢, 评鉴, 这两位特指大师的出事发挥呢, 呃, 呃, 也是豪取五连胜, 呃, 对于目前法农队来说呢, 那下一场客场呢, 挑战上海队呢, 应该相信来说也是非常, 是一场硬仗,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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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一二位 每个队伍都有一个领军人物 这样形成下 下一轮对广东队来说 客场挑战上一队来欣赏议长 希望您能继续支持